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是不是要有人先解釋一下狀況 現在狀況是怎麼狀況 阿 琪娜阿 琪娜 你解釋一下現在狀況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吃沒辦法拍攝 為什麼拍攝 其實我剛剛沒有參與大家的套館 他完全沒有在乎 OK 他不在乎 是這樣的 今天本來要錄一集單元主題 叫做抱怨老闆大會 然後我們今天打算就是這個時候要來錄 結果殊不知 我們已經在訂主題了 結果殊不知 在今天早上11點多的時候 他說他今天不舒服 不會到 現在的問題是 因為這個是抱怨大會 然後他本人不在 我們剛剛在討論抱怨的尺度要到哪 對 如果抱怨太深了 怕他又不舒服 如果是要以一般朋友的方式抱怨 還是以一般同事的方式抱怨 還是以要在鏡頭面前的方式抱怨 有三種選擇 怎麼辦 怎麼辦 只有我 完全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去拿捏我要怎麼做 因為他們人不在 我們跟他一起討論二十幾分在 好 那既然他都提了要抱怨老闆大會 你們應該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吧 你要怎麼故事 既然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來分享故事 總共有八個 罐老闆的壞習慣 然後我們抽到呢 我們就來分享你們的故事 也有可能不一定會有 因為說不定他有可能某個點沒有這樣 OK嗎? OK 好 真的嗎?你們準備好囉 好 故事都想好了吧 沒照顧好自己 OK 老闆沒照顧好自己 所以他今天才沒來 對啊 下次今天才沒來 對 那你自己認為 通常老闆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不會照顧好自己 這個通常是在 比如說像阿梅這種 以人為主的內容的話 沒照顧好自己是 真的很該打 我們必須得說 因為你沒有照顧好自己 你會拖累假緣老 一定會有這時候的吧 那你們有遇到過吧 有 今天 對 就像今天 雷子說不用來 然後也不知道誰要來組織 對啊 我們不知道怎麼開場 對啊 觀眾要看什麼 觀眾要看什麼 阿曉飛 對啊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開始丟球 對 丟球 可是像他沒照顧好自己 我覺得也是近期 他才真的察覺到說 他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可能 他的狀態不好 也會表現出來 他表演的方式 然後或者是在影片中呈現 觀眾也多少 都會有感覺說 他看起來很累 或者是跟同事合作的時候 大家可能 就像你剛剛說的 可能會覺得 拖累到公司的同事 老闆本身也不知道 要把自己照顧好很重要 正常的老闆應該都不知道 那你有哪一次實際案例可以分享 像吃發育金庫 要吃藥 就要吃藥 好好的 真的 該看醫生就要看醫生嘛 本來 每一個人的方式都不一樣 可是現在醫療中的金庫 本來就是還是要按照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有改善很多耶 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就是發現問題了 就去正視嘛 但是那種發現問題了 還不去改了 那真的就是辛苦底下的人嘛 對不對對不對 大坦 大坦 學生很多可以分享的吧 學生不是說現在都沒素材 對啊 就是大家突然就 欸像我們今天 然後就突然拍攝影 那天就沒開談 然後連續個兩三天 都沒開談 怎麼辦 怎麼辦 沒有東西剩出來 沒有金庫可以見 沒有辦法 就直接我們現在在這裡拍這樣子耶 要靠我們剩素材 總得會遇到這麼一天 我們大家坐在這裡 然後沒有老闆的時候 我不記得我們有簽那個藝人合約啊 真的 我們只有簽就是底下剪輯啊 業務啊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如果又要更改素材 然後又要動到工商店 然後我這邊又要再去跟廠商談 很麻煩耶 很麻煩耶 對啊 應該要堅持到第三方 好 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應該 人到心沒到 好像還好耶 我也覺得還好 那沒有啊 他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他就是那種經驗 鏡頭藝人馬上就表演 但他下場的時候就是 馬上去 就是馬上這樣子 通常他要嘛就是沒到 對 要嘛就是沒到 他會直接沒到 對 就像現在這樣 但他只要到他都會很驚豔 來 下一張 好 把自己視為辦公室最聰明的人 這裡有嗎 那我們有請大學長來 大學長 認識他資歷最久的最久 那個鏡頭要不要 我們稍微轉一下 我們鏡頭帶到 鏡頭帶到導播 可以這樣嗎 來來來 鏡頭帶到導播 乾你不要動那顆 啊 那我們有請大學長 來 我們年資最久 請開始你的表演 可是我沒有覺得他把自己當作 自己是最聰明的人 也許聰明這兩個是替換成其他 但是他很常把自己當成自己是 有沒有 我們常常被人家罵都沒有效率 叫不出來 為什麼說不出來 為什麼說不出來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當然明明就有拖延症 就是他今天如果覺得很急的事情 他會很快把它叙叙叙處理 然後他今天如果覺得 嗯 不是很重要 他就會拖到最後一刻 就是他要的時候 就是大家要全力配合 但當他沒有心 放在那個上面的時候 我們的東西就會被你吃掉 就直接不讀 對就直接不讀 就一直說 什麼時候很好 對 然後平常就給他去集 以讀未回 當他要找我們的時候 連疫苗都不能滿 為什麼不讀 為什麼不讀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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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以讀不回 沒有啊 這就代表說 他覺得這件事不是很重要 可是對我們來說 很多沒有人 對啊 要過他才可以再過下一關 但是當沒有辦法過他的時候 就永遠都沒有下一關 整個就Delay了 還是可以就是Add他說 那請問一下這個 就再問一次這樣 你Add他要回你嗎 很久了 對啊 我看你每次Add他都 那你目前是沒看 那明明就丟了東西 還是沒看 對對對 像我昨天晚上很有丟 但我沒有Add他 因為我想說我昨天晚上很好丟 太晚了 我本來想說今天要跟他討論 就直接沒來 就你丟了之後還問他 他還說那你能不能先把他生出來 欸 我上次丟了 我已經丟了 你就丟了 我覺得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覺得 有時候他的訊息還不錯 對啊 真的有可能訊息在做 所以就是多體諒一下 就再傳一次 因為訊息人多 他就是當下你們注意的事情就是一個 那可能點過都忘記了 可是就是因為 他有時候會這樣 可是 我們只要一顆稍微露了一下 或是說稍微慢了一下 你就會被電爆了 就是你必須要在工作的時候全身關注 一點容錯率都 就是他可能容錯率的範圍很小 可是大家都會犯錯 對 這就是問題 就是 確實這份工作很高壓 那確實這邊容錯率 確實真的很小 可是本來就沒有人是故意的 你也會犯錯 我們也會犯錯 你犯錯的時候 我們一樣 必須馬上跟正 配合你 可是我們犯錯的時候 希望能夠被體諒 因為我們犯的錯 基本上都不是很大的 真的 我覺得觀眾都以為我們這份工作很爽 沒有 跟你們前方都不太一樣 一對觀眾都說哇好希望背爆 等你背爆就知道 你還以為是種獎勵啊 我也是獎勵啊 很恐怖耶 拜託喔 真的不是大一屁五樣子而已 希望能夠彼此多體諒啦 好不好 真的 就是通力嘛 現在這樣換你了吧 那我偷 好我看 愛拖眼 這是剛剛講到那個嗎 愛拖眼 我相信不只小梅啦 所有的老闆都這樣 不一定是管人 一般老闆也管 一般老闆也管 所以是針對事情的優先順序不一樣嗎 我覺得對 對就是他覺得優先順序跟我們覺得優先順序不太一樣 就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確實比較急著會抵裂的案子 當然會比較會想要馬上處理 可是對於他來說 他自己想要的東西 他會比較急著就要我們處理 可是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是來幫公司賺錢 是來輔助公司的 我們應該會要優先用商案來去完成 而且有時候跟廠商溝通 廠商有規定時間耶 對因為那個也有簽合約 那就變成說 我們現在找了法務來簽合約 不能給我什麼調整時間喔 可是就變成說 我們為了要去輔助我們自己內部的案子 然後來影響整個商業的合約 那我們就變成說 我開這份合約 可是我打我記得了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有時候會夾在中間很兩難 沒有被執行到愛拖延 那讓我們去面對第三方的時候 很尷尬 那現在有那個改進機制嗎 還是什麼 就是慢慢 慢多慢 慢大概多慢 看他什麼時候會矮文喔 下面一位下面一位 沒留時間給團隊 喔 欸我覺得這個好像 到哪裡都會有耶 沒留時間給團隊 喔 所以說你上一間公司 那這樣好像 叫什麼 沒有我思想 因為他個性比較急啊 台語有句話叫什麼 說風就是雨啊 連等都不能等 不能等 有常常做這種事情嗎 超常 對我覺得這個可以交由小屋來講 小屋 什麼東西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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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可能比較不熟悉 業務上的流程啦 他就覺得說 痾 我就是要執行 我就是要收到 但是他不知道 我要交出那個東西 中間所需要的時間 跟要經過的一些流程 會需要一些loading 他可能不懂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痾 就有了 我們不是魔術師 我們不會說變就變 而且魔術師也是 下面先藏好才會變得出來 OK 對 我們連那個藏好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是沒有辦法 鴿子就飛出來 可以嗎 OK 那這個他跟他講說 就是廠商真的有需要過時間 他可以等吧 可是 要他等 他就會急啊 對啊 他就是要急啊 他就是現在就要啊 就是我就是要的東西 為什麼你生不出來給我 我舉那個 Wideforce的 宣傳車 那時候我也有參與到 對 Wideforce的宣傳車 他其實就是 觀眾自己在那邊聊天室 在那邊瞎喊這件事情 他覺得不錯 然後要我們馬上去做 可是其實先前我們已經在執行 執行什麼 吉普車 原本我們是要走吉普車 啊我這邊 你腳本也寫好了 然後我這邊應該去問 我還幫你問了吉普車 那時候還是選舉的時候 對 然後都沒有吉普車 然後原本都沒有吉普車 那時候我們還想說什麼 拿那個什麼 一般的藍色後車 那都打去問了 所以後面也要將就 破車了 結果好不然 因為我問到一間吉普車 還有的 只是吉普車要進到場地 會有點困難 喔要申請 對對對 然後這個時候 觀眾就神來一筆想說 欸 那個腳踏車好像可以用喔 所以就馬上 所以變腳踏車是這個原因喔 對 變腳踏車就是因為觀眾講 他覺得也不錯 好馬上下定 全部都要改成這個腳踏車 慘的是誰 他 你那時候還去把腳踏車 伸出來 對 伸出來下定之後 我們還要去搬 然後還要去用那個板子 我還要想辦法 把原本裡面的籃子拆掉之後 然後裝上那個 你們看到的那個 那四個板子 那四個板子 對 我要想辦法改裝 然後在時間之內 其實還只剩下一個禮拜 沒有 真的很少 對啊 不到一個禮拜 大概兩三天而已 我要想辦法把那個車子這樣變出來 那個聊天室 你記住我 我回去辦BOT 真的 就是因為觀眾他們想到 他就覺得 好這個可行 那我就是要做 而且還比吉普車還要便宜 那我就是要 能不能下次留一點時間給我們 就是我們不是不能做 其實還可以更好 欸可是我真的覺得 那時候我們做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他真的厲害 對就真的覺得很厲害 而且還還 然後剛才說他 那時候剛好又是選舉 你要找那個列印 那個印的那個板子的 而且我們為了那個四個 要放在那個車子上弄很久 還貼很久 還有執行袋 執行袋 我們還特別跑到工廠 就是跑到那個公司 然後去拜託他們 生一條給我們 因為我們只訂一條 對而且那時候是選舉期間 又零食 大家才不會理你這個零售的單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需要時間消化 有時候需要時間執行 我覺得這個點是不是不好 只是真的時間不... 作業時間太短 對 好那我們換下一張 遲到 遲到很長嗎 那好啦看你怎麼定義遲到 對啊 反正我們這個辦公室 除了他以外 沒有人 沒有人都非常遲到 沒有人是準遲到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好 對這還好 那基本上他外場也都不太會遲到 基本上啊 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 會遲到吧 喔 這我就不太知道了 別人不知道啦 別人不知道 我們只講自家 我們講自己的 對 我們基本上大部分都不太會遲到 除非有意外 發生過什麼意外 就是計程車卡在那個內湖啊 喔 那個塞車啦 對對對 明明用走路五分鐘就可以到了 可是紅綠燈就卡了八次這樣 那會不會乾脆直接跟計程車 我們就直接跟計程車 停車 然後我們直接下車 他這樣子開在馬路中間 停車讓我們下車是 很危險 是違規的 對也危險 所以我們就只能等 因為畢竟空中耳路還想有一點 旁邊有人會拍R 就是阿飛沒跳成 沒耐心 沒耐心 有啊 他拍照之後就很沒耐心 來來大學長 學長 來來來來來 我們要請到大學長了 某種程度 拍照也是在創作的一種 要一點時間進入那個狀態 所以有時候一開始 你可能角度沒有抓得很好 還是怎樣之後 他就會感覺比較容易不耐煩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說 其實你有耐心一點 我可以再多一點時間 再找角度 對 對對對 然後或者是說拍更多不同的角度 可以理解說他時間很少 所以做事情要叙叙叙 都要很有效率這樣子 可是就是 我覺得Monster 都還是可以有耐心一點 就是變成說 工作的壓力會蠻大的 我覺得他就是 他也想到事情都很有效率 可是有時候他也過急照 也會把事情做不好耶 有可能 就是他都會覺得 這個就是個拍照 學長國人 對 對 要不然就是 覺得自己是 覺得辦公室最充滿的 你講了 你講了 我講 最後一張了 最後一張了 不敢接受反饋 老實說 我覺得編譯拍這一集 這個應該還好吧 這個主題是他這題 不是我們贏的喔 就代表 他還算願意接受 但是他聽完之後 會怎樣 我會想知道 搞不好就用美鳳姐 喔唷 喔唷 應該不會 反正你也不是最棒剪輯 對啊 反正你也不是最棒剪輯 我們這裡要 我們這裡要的是最棒的 最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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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你沒有效率 out 但是我覺得 分分鐘反饋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就是 你 從過去到現在 可能一開始 沒有人跟他講 可以這樣子做 他也不知道 原來他有這樣子的問題 可是現在人多了 嘴巴砸了 就是多少他 會願意去接受口頭 剛剛前面講他比較沒耐心 有時候性質疾 他可能會 事情發生的時候 會怒噴一下 但是他其實後期 他還是會去問大家 其他人的意見 因為像我比較常跟他出去 拍東西 我比較多 試一下會聊天 然後就是可能 有一些工作上可能 有哪些他覺得卡卡 還會問我的意見 或是說我的想法 當然不會照這樣全收 但是我覺得 就是某程度是 老闆是有在思考 對啊這樣子至少 還有一些字型 我覺得這樣很好耶 但是先不要拍槍大人 但是 對啊 就是脾氣再好一點 脾氣好一點而已 真的啦 以我的經驗就是 他可能以前 在外面自己工作的時候 別的人都不太會對他包容 之類的 在那個環境嘛 所以他沒有遇過這個事情 他的觀念裡面 沒有要包容別人 同理性別人 因為他沒有遇到這些事情 所以他沒有辦法 做出這些事情 就有點像是 外國人見面的時候 會互相抱抱 可是我們華人不會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 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很驚訝 他可能認知到這件事情 但是他還沒有習慣 但是如果他在國外生活久了 他搞不好就習慣這件事情 希望老闆 能夠多多意識到這件事情 你遇到的人比較可惡 沒心沒背 然後不是跟你同一陣線的 但現在呢 就是跟你站在同一陣線 是要幫你的 希望可以對我們有 包容力 包容跟同意 而且 我覺得要講一個就是 就是他也是這一輩子 第一次當老闆 所以他也在學怎麼當老闆 對啊 我們也在學怎麼在做這個職位 我們確實也是第一次接觸過 所以大家也都在學習當中 慢慢的一步一步 對對對 因為也沒有人是第一次一碰就會 我們也需要時間去學習跟練習 確實可能會有人講說 欸媽我請你來 不是要你來學習的 我確實也就是這樣子 可是 你這個老闆也是第一次當老闆 你能不能也學著 換位思考 如果今天換作是你 你會怎麼做 我覺得 我幫大家做的總結啊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 大家其實就只是希望說 那個容錯率可以再高一點啊 對 容錯率可以高一點 再高一點要什麼程度 也不知道 體量多一點啊 說不定一直 容得下就是再錯一個字這樣子 太難了吧 其實呢這些灌老闆的那個 八個特性呢 我是相信到哪都會有遇到啦 說不定就是有這些條件才會有辦法當老闆欸 對不對 其實也是 對啊 就是老闆的特質特性就是這樣 對啊說不定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就是 其實阿美她還是有在改變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明明知道有問題 但是你試著想要去改變它 試著解決問題 這才是團隊整個核心的 最主要的目標嘛 然後再來就是 讓公司賺錢 然後把每一件事情都 圓滿的達成 對 這才是最重要的 太好了 好棒 很棒 孫維說的還OK 你說的一聲聲 好棒喔 我剛剛說的很緊張耶 其實我覺得她最棒的一點就是 她現在會願意 聽員工要講什麼 她願意打開新聞OK 可是要聽的時間的耐心再長一點 我剛剛以為她要說 單字聽歸聽而已 脾氣也需要時間改 耐心也需要時間改 但是 對 只要有願意想要改的心的話 那都很棒啊 你看她今天穿一身白 然後又這樣子 然後又這樣子 觀世音不散 欸你後面是不是要有個光 連花子 可是她記不叫啊 好啦今天這部片呢 現在沒有我們的 貴公司的主頻道負責人 那這邊就會有我 這個 呃 代理人 呃對 代理人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此頻道呢 呃要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集就看她會怎樣 欸她是不是會看完我們這一片 然後再拍一個 對 是不是 對所以再不記得要看喔 一定要看喔 你看到這裡的時候 已經快結束了 你沒有看到這裡的話 就代表下一部會看不懂 看完 你要說你看到這裡的話 你是最後一次看到我們 那我先去拿個紙箱喔 我看一下 好像早上有兩三個紙箱過來 大家再見囉 掰掰 掰掰 不過還是要幫她平反一下啊 如果真的很急很失望 我們急要處理的事情的話 她是不會拖 就很像那天 不是 一個廠商零食碗改東西嗎 對 她一直噓噓噓噓噓噓噓 對啊 還是有可以溝通的關節 可是要讓她知道什麼事情 是超級急 跟急 跟還好 跟你可以拖延的東西 不能拖延就是不能拖延 好吧 敬文 希望你能夠再 不是你喔 抱歉 希望所有老闆 可以再信任自己員工一點 我們是要來完成這個案子 我們不是外面的人 再給自己的人一點點時間去處理 其實可以做得更好 嗯 嗯